一年一度师大艺术节在5月9号到12号正式展开 错过要再等明年 各式各样文创商品陈列在师大日光大道 吸引师生与外校人士近上千人慕名前来 艺术节是由就是艺术学院的系所 包括设计系还有美术系 然后的大学部和研究所 在每年大概5月的时候会举办的一个大型式 今年最特别的是在烹会与手作摊位上 有乐食图案可以选择 此次师大艺术节结合师大百年孝庆纪念乐食 以书法笔墨描绘乐食意象 制作成项链饰品 今年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有加入乐食的元素 那像是我现在身上带的这一个 就是我们今年美术系的工作坊 有提供了乐食的框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体验看看 除此之外 第二第三天还有夜晚市集 邀请不同社团学生表演 融合美术音乐设计表演等不同艺术形式 为师大艺术节带来不一样的气氛 我们总共有六组人来去参与我们的表演活动 然后今年像是我们的西岩社 或是我们的昆曲社 都有来参与我们的表演 除此之外呢 夜摊也有提供非常多的商品 可以供大家来选择 那就只有夜摊限定 所以大家可以晚上来看看我们的艺术节 可能会有一些精彩的发现 师大艺术节延续三十年的传统 由艺术学院提供赞助 让学生尽情挥洒创意 融合多面向的创作方式 让艺术的感受更加多元 我们这一次的艺术节市集和外面市集 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 我们集结了烹饭 很像速写还有工作坊 然后以及贩卖那些市集的那些活动 全部都集结在一个地方 那这在外面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这个烹饭团围哦 那个烹饭团图图案很多 然后很有趣 尤其像这个瑞克瑶 瑞克瑶我们可以直接用Spotify去扫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 那另外艺术学院也有 就是提供经费跟场地给同学 就是可以尽情的创作跟发合 好逛好吃又好玩的师大艺术节 透过设计系与美术系的专业技能 为师大校园增添不少艺术气息 同学们不妨到日光大道上走走逛逛 享受艺术氛围 校园记者李义珍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